温馨提示, 是呀, 我们又讲 TVB 不适合看、不适合听, 不要浪费时间 留言注意试课, 又爆粗又讲政治 玩人身攻击还开名, 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两日后关闭 想讲两句, 手法有, 手慢无 来到第七集的声梦传奇2 今集真的有惊喜, 甚至有黑马跑出 四人版的Six登场, 唱超能定 不少Six的粉丝都不太喜欢飞天爷爷 对Six的意见, 放心, 今集完全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 这次是Six的表现最好的一次 唱歌方面, 今次四人都唱出水准 跳舞都有不错的表现 已经有足够的条件出道 期待下一次二人版的Six演出 赵宗宜唱我不好爱, 又是好难满 而且是好难唱, 兼且是好难唱得好 旋律不是我喜欢的, 所以听起来很难投入 赵宗宜这次表现都不太好 低音不稳 但明明中低音应该是他的强项 其实, 低音对时下很多歌声来说 都是一大弱点 大家都专注高音, 只要唱到高音就好像很厉害 每每每都是低音的地方出事 不过, 赵宗宜这次反而有几段中高音唱得挺好听 作为一次测试, 可以发掘到他好音的音域 所以真的不需要质疑自己 陈俊鲜和赵宗宜一样, 都用了自己的故事来唱歌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一个好的选择 好处一定可以交出真感情 坏处很容易过分投入, 令情绪失控 赵宗宜唱给姐姐听, 陈俊鲜唱给公公 两个人都真情流露 陈俊鲜的如果可以 虽然过度连歌而失声 但非天爷爷又不觉得有太大的差池 整体来说, 都很流畅 甚至比预期更好, 也唱出感情 自从上次《雪山就山》之后 大家对赵子乐期望很高 非天爷爷都期待他今次的演出 选择了张伟妹的人质 非天爷爷很喜欢张伟妹 这首是另一种美式情歌 虽然很多人只记得张伟妹激情的情歌 但淡淡然这些都有很多 病了整个星期的赵子乐 声音未好得完 以这个力度去演绎人质 其实也很适合 喉咙肿胀改用另一个发声位很聪明 导师教老的片段 就有这种吸引之处 不过今集也不太多 这方面非天爷爷都差不多放弃了 假如趁他病, 拿他命而胜出 你形容陈浩婷 我觉得不公平 他这次简直是喜出望外 老实说, 陈浩婷的确是少了一些气场 不是很有战斗格的参赛者 好像那些很快会出局那种 上一场比赛唱《你们, 我们》 有一种令人好奇 他还可以有什么可能性呢? 假音, 无论男女都不是特别吸引到我 大家如果有留意到 非天爷爷喜欢的歌声 其实都是擅长中低音 JW 和陈浩婷试歌的一段 听到他几个低音实在有惊喜 为什么他的样子这么小 可以有这么沉厚、稳重的低音呢? 记回他的《你们, 我们》的假音 看来他的音域都挺阔的 很想听他完完整唱一次垃圾 Johnny Yip 重新为垃圾編曲 已经赢了三分一 陈浩婷的表现也没有令人失望 高低Key 也有不错的表现 美中不足 是非天爷爷期待那几个低音没有了 不够厚、不够实在、甚至不够低 没有试歌时候的完美 假如可以补回这几个低音 整体会更加好听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轮比赛 得到高分是靠真材实料 假如他可以再加多一些火 可能就是我另一个心水 笑程谦的偶语是有点失望的 一来表现不好 二来选曲问题不可以说不对 只是感觉太刻意戀爱预告的2.0 LICOLE 既然有日本少女偶像的感觉 不妨向这方面走 忽发奇想 不如试唱林亦年的《爱情艾冬露》吧 一支吉他还原80年代的小青春 LICOLE 和吉他手坐在台上唱 又或者像穿下孝藏那种 文歌加流行曲的轻电子 交到Johnny Im的手上 相信可以有不一样的效果 先补充一下 穿下孝藏是初戀的原唱和作曲的位 今集和上集一样 把剩下的首歌放在下一集才播放 保持神秘 吸引观众 记得下周看 其实大家都想知道 整个比赛 哪个学员出局 哪个可以留下 完整播出赛果 一样有追看性 现在这种调口胃的方式 好像做多了 不是太讨好 至少我本人不喜欢 看预告 下一集好像有不少惊喜 《声梦传奇2》的可观性越来越高 希望一直可以保持下去 但制作组要想想法子 尽快拉近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这类节目之所以受欢迎 其中一个很大的元素 是观众觉得和参赛者 似是朋友多过观众 距离越近 他们就越受欢迎 节目就越成功了 题外说 今晚大家有没有看《掌门人》 《飞天爷爷》 因为有些事情出去做 晚了回来 只看了《美国伴》 OK 挺好看 看回网上的留言 似乎今次真的打中了 玩一些经典的游戏 反应都不错 另外 《黄祖南》的节目 也很好看 找蔡少芬做第一集的嘉宾 真的不同 大家好朋友之间 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很多东西可以有互动 大家都可以接到 而且今次的广告时间 好像有点不同 通常以前大约 三个字左右一节 今次的安排好像分散了 会不会是新的安排来的呢 这个节目似乎挺有期待的价值 喂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好 Hello 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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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今次的车缸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大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